大家好,我是Mashun 今天我给大家看看我种的茄子 有很多人说,干嘛把茄子要种在盒子里面 为什么不种到地上 这个盒子是在外面买的,买的时候就有 这边的框框架子有利于茄子长大之后支撑的作用 第二点,我在下面的这个框框呢 我放在图里面,它可以有利于防止病虫害 像鼻涕虫窝流要爬上去,它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点,下面我其实是挖空的 那块垫片底部我是给挖空的 所以说它的根部想向下发展 扎根下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可以通过下面去吸收营养生分 我们家里面的地方不是很大 我找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呢,我就把它找到有空的地方 我就把它种下去了 这个茄子我大概买了有一个月左右了 当时还是很小很小的 然后我买过来的时候 当时我没有把下面的那个壳去掉 而且放到是比较硬的水泥地上面 很长时间它都不怎么找 后来我就想了办法转换了一下 把它弄到这边的土地上 你看这个茄子 今天我们还摘了一个茄子 这是我在茄子的位置 然后下面还有好几个茄子 茄子也是冰花 小的茄子我就把它给去掉了 这样有利于更好的果 能够快速的增长 茄子,辣椒,西红柿都一样 第一,下面让它要通风 下面的叶子 这里面的叶子 可以看到我去除的位置 那叶子 还有侧枝 都能打的一定要把它打掉 而且你打了之后 过一段时间它又长出来了 你要继续的给它打 种菜就是你要有耐心 要有痕心 像照顾孩子一样的去照顾它 当然它也会给你很好的回报 这个茄子还是很可爱的 茄子和辣椒西红柿 有一样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它需要的水比较多 水分要的很多 所以说你每天多的水 桃米水呀,洗菜水呀 不妨多浇一点 它可以更好的生长 而且它的病虫害基本上很少 除了那个 窝流 鼻涕虫 吃它的叶子 你把下面都打空了 它也没办法吃 长生还是很好的 偶尔加加肥料 加点土壤呀 这边的草给它去除一下呀 绝对绝对 给你非常好的收获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